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昆仑刘石 今儿啊,还有个朋友问我 这天天在家里蹲着,有没有出家的感觉 说实话,出家的感觉我倒是没有 我总感觉像关禁闭 唉,咱也别抱怨 想想那些为全国人民无私奉献而隔离的武汉市民 咱们受着点寂寞,还真算不了什么 说到这儿啊,我想起年前我去了趟中国佛学院 就是牛街轿子胡同南口往东的闽中寺旧址 北京法园寺 片子一直没做后期 今天呢,剪出小片,发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闽中寺始建于唐征官年间 距今天啊,大概一千三百多年 寺内珍藏了大量的佛经佛像和石刻 如今是中国佛学院的所在地 大唐征官年间 年轻的唐帝国逐步走向了帝国最辉煌的时期 也许太宗皇帝万万也没想到 他所达到的辉煌是整个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顶峰 就在这万国衣冠败免流的大时代背景下 唐帝国正需要打个胜仗来立威的时候 国土东边的一个跳梁小丑般的国家 不揣冒昧的跳了出来 这就是盘踞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高沟丽王国 高沟丽的军队不单时常侵犯帝国的边境 而且时常掳走大唐的子民充当奴隶 唐朝使节把自己在高沟丽看到被虐待汉人的情形奏鸣朝廷 太宗皇帝闻言大怒 啥也不说 臭压的 五四兴师东征 剿灭了高沟丽 平定了朝鲜半岛 贞观十九年 太宗皇帝下旨在幽州 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城 兴建闽中阁 供奉并祭奠在大战中战死的忠魂将士 一直到女皇武则天时期 才建成了闽中寺 雄才伟劣的太宗皇帝李世民 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在他冰天的一百年后啊 帝国的命运出现了波折 万物一理 世事难预料 任何事物 包括圣级一时的大唐 也难逃圣极必衰的命运 好日子没过多久 安史之乱爆发了 杂主胡人安禄山 带领他的手下史思明 在帝国边塞的幽州城起兵造了反 安禄山在闽中寺门前 修建了十丈高的佛塔 起伏举兵顺利 后史思明在另一侧 也修建了十塔 不过逆贼修塔 难掏天火雷击的命运 随着安史之乱的平定 安禄山史思明二逆贼 也都被自己的亲生儿子杀死 淹没在这历史的洪流中 金朝天会五年 大宋靖康之变 宋徽宗 宋钦宗 被金兵押解北上路过燕京 徽宗皇帝被关押在严寿寺 大体位置 位于现在的流利场附近 钦宗 则被押在这闽中寺 闽中寺 几经战火焚毁 又几经重建 一直到了康熙十二年 康熙皇帝下旨 大修闽中寺 并钦定为皇家律宗寺院 此名法园寺 许多游客慕名而来 法园寺游览 都是为了看看乾隆皇帝玉笔的贬额 法海真源 殊不知啊 在这座庙宇里 观音殿内悬挂的存成二字 是康熙老佛爷的玉笔 今天您见到四年的建筑啊 基本都是明清时期的建筑 现在的闽中阁呢 也不再是唐代闽中阁的位置 唐代的闽中阁 应该在现在的观音殿的位置上 殿前的十台阶 仍然是唐朝旧物 从高挑的斗拱可以看出 后人重建闽中阁 也有刻意模仿 唐代建筑的心思 庙宇的最后一座大殿 是法园寺的藏金阁 一座供奉着北京最大木雕卧佛的地方 虽然藏金阁的大门啊 基本上是不打开的 但是还是有不少信众居士 来到门前礼拜祈福 正所谓是一座法园寺半部中国史 那个爱穿红浩海 动不动就骂人扔鞋的台湾老头子李敖 凭借着一本北京法园寺的长篇小说 就只差那么一妞妞 就拿下了诺贝尔文学大奖 不过呢 他小说终归是小说 里边在法园寺发生的诸多事件 基本上都是作者的杜撰 和发园寺啊 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李敖本人啊 也是在这部小说出名前 从来没来过这座发园古寺 发园寺啊 第二篇 不好找 没有什么游客 不过我非常喜欢 到了春天丁香花开的时候 我还会来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刘石 喜欢我的频道 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更新下去的最大动力 谢谢您的观看 下次再见